音标和自然拼读到底要不要学 我来告诉您 如果您家的宝贝是一个一个字母的在背单词 今天背明天忘 单词量始终上不来 那么就一定先把基础打捞 音标自然拼读都要学 因为单词是由声音组成的 用声音去记单词 例如night 根据它的发音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 nite night 那么其中 i这个发音就是由igh这个组合发出来的 那么对应这个声音的规律 我们也可以记住 fight这个单词 而且像light sight这样的单词 也可以拼读出来了 就像拼音一样 简单掌握拼读的规律 就能够大大的提升背单词的效率 而且还不容易忘记 如果您想一分钟背十个单词 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 我会把音标以及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 给大家讲清楚